小蠢颱風過境 帶來強風暴雨 而離島蘭嶼首當其衝 災情慘重 經過一夜的摧殘之後 島上的民宅遭到風雨重創 損害嚴重 那很多像是民生公社 像是水 電 通訊網路等等 幾乎都是斷絕的狀態 對此蘭嶼衛生所也提供緊急服務 希望能夠盡快重建家園 七成魚船沉沒 連大門都被吹走 颱風小蠢過境 蘭嶼四日承受 狂風暴雨 災情慘重 經過一夜的摧殘之後 不僅當地民宅毀損嚴重 還被小蠢斷水 斷電 斷網路 連傳訊都有困難 家園幾乎面目全非 蘭嶼國小到處都是被風吹倒的大樹 器材東倒西歪 就連圖書館也大淹水 如此慘況讓居民忍不住自嘲 飲水機說他害怕想逃 也有國小也躲不過小蠢 校內知名大樹放學術也被颱風擊垮 也有灣民宿附近 就連貨車也被吹翻 業者直說今年已經無法營業 而蘭嶼衛生所因應災情 提供緊急服務 包含緊急醫療 慢性醫療及電力 都能向衛生所尋求協助 相公所也派出災難防治應變小組助手 衛生所表示 幸好蘭嶼民眾都平平安安 只要大家平安 其他的都可以重新再來 一起重建家園 小蠢颱風肆虐對於蘭嶼來說 可以說是災情慘重 那只有一名蘭嶼的民眾呢 他拍下了小蠢颱風的超狂風勢 家中的大門呢 直接被風雨給吹走了 那他在昨天的時候 進行了復原的工作 還自嘲地說 想放假 連門都沒有 一陣狂風襲來 三片大門直接被吹走 這裡是蘭嶼 小選颱風死虐當地 讓蘭嶼一度停電 災情慘重 還一度測得 每秒95.2公尺的強正風 一名住在蘭嶼的民眾 本來想要錄影記錄 颱風襲擊的過程 沒想到卻直接募集 自家旅門就這樣 被颱風以搏帶走 原本有四片 現在只剩下一片 民眾表示在這之後 雨水還不斷地從 冷氣窗口灌入 讓他超擔心 會不會連冷氣機 都被小選帶走 五日一早風雨漸緩 這位民眾也開始 災後復原工作 不過看到陽台 滿是泥沙和積水 雖然門是撿回來了 颱風架也放了 但還是讓他忍不住自嘲 在藍嶼是門被吹走 那在桃園呢 是有屋頂被吹走 雖然說這一次桃園 並不在這個小犬颱風的 這個暴風圈警戒範圍內 但是呢桃園大溪區 喬愛國小警衛室的 這個鐵皮屋頂跟遮陽板 也是因為風勢強勁 當場就被這個強風給吹翻了 幸好昨天下午被強風吹翻的時候 剛好沒有人車經過 因此沒有人員傷亡 那喬愛里的領長施明志就說 目前已經在封路整理當中了 暫時禁止人車進入 小犬颱風肆虐台灣 但位於北台灣的桃園市 雖未列入警戒區 但大溪區 敲愛國小警衛市的鐵皮屋頂 和遮陽板 五日下午被強風掀翻 所幸當時沒傷及路人 喬愛里領長施明志指出 幸好當時沒有人車經過 沒有人車受害 目前已封路整理中 暫時禁止人車進入 喬喬颱風風雨真的很強 不只是門還有鐵皮屋都被吹走了 那麼位在墾丁龍盤公園旁的 軍方雷達站 其中有一個圓形狀的雷達罩 也遭到強風給吹破了 殘骸四散 不過呢 所幸最後空軍表示 內部的雷達裝置在颱風警報前 就已經撤收了 後續會再請專人去查看實際情況 龍盤公園旁的軍方雷達站 原本有兩個大型的雷達球 十分醒目 但有民眾昨天發現 其中一顆竟然不見了 而東三星媒體ET TODAY 詢問空軍 對方則是回應 今年早上八點過後 就收到了回報 不過颱風警報前 軍方已經撤收了 球罩內部的雷達天線 進掩體裡面 所以當下裡面是沒有裝備的 後續會在派員去查看實際情況 以及有無人因此受傷 而空軍也說 那個球罩本身就是防護裝置 保護內部的雷達裝置 免遭到日曬雨淋 材質並非鋼板 而是一種軟性的皮 這一次的風速過大 造成球罩損害 並不影響後續戰備的任務執行 小泉颱風在今天凌晨2點半的時候 氣象鼠已經解除了路景了 那在剛剛11點半的時候 也解除了海景 小泉颱風可以說是持續的遠離台灣 而且它的暴風圈是持續的 減弱縮小當中 那不過呢 大家就很關心啊 那未來幾天的天氣如何呢 尤其接下來的國慶連假 其實從明天開始 禮拜天到下週一 這個基隆的北海岸跟宜蘭 都還會有局部大雨 而且明天到下個禮拜一開始 水氣都還是比較多的狀態 甚至在國慶連假期間 到底會不會有雙台生成呢 詳細的天氣動態 讓我們來聽一張氣象鼠 預報員吳萬華的最新預測 隨著颱風離開 中央氣象鼠在中午11點半 接觸西北太平洋上 第14號颱風小犬的海上颱風警報 小犬颱風在早上8點的時候 對不起是在中午11點的時候 已經來到了俄倫比西方 在380公里的海面上 預估未來會往西南溪的方向 朝廣東沿海移動 其實在未來天氣重點 除了颱風離開以外 我們也要提醒大家 從週日到雙時節 受到風面通過及東北 風增強的影響 基隆宜蘭地區以及大台北山區 將會有局部性的大雨 而颱風逐漸離開 但是海面上風浪還是很強勁 提醒大家在西半部的沿海 以及澎湖金門馬祖還是有3到4米以上浪高 而隨著颱風明天更為離開 各海面風浪再減弱一些些 但是沿海地區以及澎湖金門馬祖 還是有長浪的情況 沿海的強陣風也比昨天來的好多了 但是仍然提醒 像金門馬祖還是有8到9幾個強陣風 基隆北海岸 桃園 高平地區 還有澎湖也會有比較強的陣風 在降雨方面 颱風逐漸離開 但是外圍環流仍然帶來一波一波的雲氣 這些雲氣從清晨到現在 移入了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地區和南部地區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 還是有一些局部的深紅色的這些雷達回坡 這種雷達回坡是比較旺盛的對的雲氣 只要移到當地上空 就會帶來瞬間強降雨 甚至有強陣風的情況 就過去的觀測來看 台東晶風已經有每小時90毫米降雨量 十余量90毫米 至於在恒春也有十余量50毫米降雨 而氣象鼠在剛剛針對台東的晶風 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 如果恒春半島也有這樣的現象 也可能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 而我們仍然持續發布豪雨特報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地區和南部地區斷續下雨 其他各地是有些零星降雨的情況 其中基隆北海岸一直到東半部 恒春半島和屏東會有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剛剛所提的台東以及恒春半島會出現短延時的豪雨 這份請留意 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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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意